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你的母亲两人不合 你夹在中间 你要小心 这个好像你的考验一样 你要高度的安忍 要发用你的智慧 你不懂要去请问别人 有智慧的人现在要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你稍微一偏差就有无量罪业 假如说你辜负了父母亲听从太太的话 父母亲受大的委屈 那你今生你就有恶业的果报 你就是罔顾沦场了 那你听从父母的 让你太太受了委屈 恐怕家庭和谐又不保 甚至两难 对不对 所以有的同修 我见很多 他就自暴自弃 这样我过去就不要怀疑了 我老婆跟我说什么 我也不听 我太太跟我说什么 我就够定去 我都不怀疑了 你不要这样做 你今生会有这两难的缘境 也是过去造业 结缘得来的 今生要好好地安忍 发用智慧 做化解 你如果修得好 两边福报都能得 修不好了 孝道也没有 家庭也毁了 这个一定要小心 那这西藏老太太呢 她儿子相依为命 后来娶媳妇 婆媳不合 那有一天媳妇就跟她先生讲 说你要选择我 还是你的母亲 如果你选择母亲 我要走 看起来婆媳是水火不容 那儿子呢 虽然舍不得母亲 但是更不愿意离开太太 太太这个年轻冒昧啊 同床共沉 朝夕相处 为她煮三菜 洗衣服 生儿育女 最后她选择妻子 那母亲怎么办呢 这个恶媳妇心狠狠 她就建议我们把母亲杀掉了 因为儿子刚开始就不肯 那后来几经煽动 就发了狠心 所以一个人抗压性太差 没有这种直下承担的耐受力 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那就太太在那边吵起了恶念恶见 或者母亲那边施压 有的人让她去懦弱 啊 我很患 我没法 这不行啊 你就把她承担起来 好好地尽私 或者你去请教三知识 那这个儿子呢 他就是没有这样的抗压性 没有这样的智慧 他就随顺了太太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他们决定呢 把母亲杀掉 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呢 做儿子的去挖了一个大坑 然后呢 就骗她母亲说 要带她去参加一个很盛大的聚会 那她准备两匹马 一匹给母亲 自己先骑 然后呢 他们就 因为她母亲年老身体不好 她就把她母亲绑在马上 用绳子缠起来绑着 然后呢 这个 当他们 就是骑马 经过她挖好那个大洞的时候呢 她就踢她母亲那匹马 她母亲那个马匹啊 就掉到那个大洞 连人带马摔下去 她赶快下马 也不管她母亲的死活 马上掩埋 把土拨下去 然后呢 她下去掩埋的时候 她自己骑的那匹马受到惊吓 那这个做儿子的呢 她一只脚 还没有从这个 我们这个马鞍下面不是有 踏马的这个铜环吗 还没有从这个铜环里面 把脚凑出来 这马受到惊吓就往前冲 就活活把这个当儿子的拖死了 等到 晚上回来 那个媳妇啊 那个媳妇啊 只看到她先生的一截腿在那里 一截小腿在马上 其他通通都没了 就是 杀母亲的这个恶报 马上成熟 限制报有的来得非常快 马上就来了 有的是慢一点来 但是一定会来